Hello 腾讯综艺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美娜 然后也在我可以思习中呢是这个舰长助理的身份 今天呢依然是到了每周六的这样一个贴心陪看团 然后首先呢还是请到大家在平时节目中很喜欢的选手来跟我一起呢 简单的聊一聊一段时间 让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家今天会就是在重新看自己路过的这个节目 以及重新当时的这个比赛模式下 他们会有什么样新的感受 让我们首先连一下他们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 大家能听到声音吧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分别是 蒲真华 汪洋 刘温龙 刘浩然 还有扎皮 让我来连麦一下 好 哈喽 大家好呀 哈喽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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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再等一等 好了 好久不见 最近怎么样 过得开心吗 天天天刷你视频 天天刷我视频 天天刷你视频 最近你也在看球吗 看NBA 我不看NBA呀 我们就看你呀 单只我不看NBA 行我信了 我信了 还差一个补队啊 差一个补队我们等等 我朋友说超爱扎皮 扎皮他们说你长得像那谁 真挺像的 我平时好像没觉得 像 哎 谁来着 谁来着 Q这儿了 不是啊 是带的蓝蚁人 我忘了叫什么了 叫雷神 雷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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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等等扶队 等等扶队 然后就可以 你那有合音吗 对对对 陈学东 对 我像陈学东吗 对 大家都说 他跟我比还是差点啊 你真是啊 你真是啊 真是有的时候 姐非常想救你一把 但不知道该怎么救 然后说话有点 我都听着我都害怕 哎呀 行吧 那我们等等 不对的过程中呢 还是先我们先开始哈 然后跟大家聊一聊 最近呢 反正 我可以四季播的也还挺好的 大家也想必收获了很多粉丝 然后而且自己在回看的过程中 有很多这个心路历程和感受 今天呢就跟所有我们的粉丝朋友们 一起来简单的聊一聊天哈 首先呢 还是非常恭喜在座的各位 因为普队还没来 嗯可以再邀请一下是吗 好的 普队在水里面呢还没出来 来呢 等会啊 互动过 邀请 刘浩然好帅 怎么 你送两个吗 不要帅 好 再搞我哈 哈 听得到吗 我这边有声音吗 OKOK 听得到 都听得到吧 嗯 好 那现在我们的一次 好 去呢 依次 嗯 依次跟我们一起来看 可以的朋友们简单打个招呼 来吧 每个人一次打个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 我是渣蹄 那不都买买鹄 对 大家好 我是阿普 嗯 好 接下来请到的是我们的王羊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是王羊 我是海洋 嗯 好然后再后人 你好 我是浩羊 嗯 大家欢迎大家 今天呢也是 哎呀 是不是刘文龙没来呀 还有一个 对 还有 哎呀这一天呢 怎么个事呢 在美娜姐这里 刘文龙没有存在感 什么 你看 我没有什么存在感 哈喽哈喽你好 哈喽美娜老师 哈喽 最后一位也到齐了 然后还是跟大家讲聊聊天 聊聊给大家比赛中的感受 然后今天呢 他被称为是这个复仇者联盟队 就是 为什么复活 就复活者联盟队啊 就主要是因为大家都经历了复活嘛 然后就是被重生的这个拯救的机会 所以呢大家可以 意思 会说自己 当时 啊是被谁拯救的 然后再次获得这个复活机会 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子 我们还是先从普队开始吧 哈喽大家好 我这边被复活 其实是被我的队员们复活的 是在上一期周大家投票 然后把我和我们对洲的其中的外位队友给留下了 那我当时挺意外的 因为在我的预想中 可能和配章会得票最高 但没想到我是得票最高的 然后我挺挺感恩的 然后以至于到后面的比赛中导演问我 我都会说 我现在身上可是背了七条人命加我的 因为我要把我队友的使命也背着一起战斗下去 对 还非常感动 嗯 所以复队是被队友拯救的 然后问问扎提吧 扎提呢 我 我当时是被我们这个 最初的那个队长行运为拯救的 然后他也是最初那个投票把我投出去那个人 然后后面可能他内心就觉得愧疚吧 然后就把我救回来 谢谢他 他退去 文龙呢 呃 我是被舰长耽搁复活的 因为当时 我们也是刚出现了一个新队 叫易舰队和亮哥 进行了这个铁桥 那个那一环节 然后那一环节可能我们队伍发挥的不是 配合度不是很好 后来我们全员被淘汰 嗯 然后 当我走向这个暗月之明的时候 其实我也非常的 惊讶 内心非常的惊喜 就是 虽然当时我没有就是 就是说 热力盈眶 但是复活我之后 我才 带到台子上 我还是 内心有那种就是说热力盈眶的感觉 包括 呃 我被我被复活之后 我也是 特别感谢丹哥 我肯定会全力以赴发挥我接下来实力 因为这样的机会确实不多 所以我后面也没有辜负丹哥和队友们对我的期望 对大家也看到 嗯 是 丹哥也是一直我们在就是写观察室的时候 他一直在Q 说一点一点也没有回复活你哈 然后我们再来下一个问问浩然吧 浩然是怎么样获得再次重生的机会的呢 嗯 嗯 是 队友集体投票 然后跟小和 投票 然后最后被当歌 呃 复活的 对 但其实呢 我觉得我跟小和复活谁的话 我们在之后的表现都会 很好 对 对 看了 既然复活我 我也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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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讲几句啊 大家都讲讲这么简 那个其实其实我复活 其实我复活吧 也是感觉到挺意外的 然后呢 基本上我以为这场比赛就基本上就结束了 准备打包回家了 没想到队长还把这个复活的名额给我了 他不给我也没办法呀 因为他在堆里在堆里面的话就是我还是属于是副军师嘛 所以说他把这个名额给到我了 然后他也不能复活他自己啊 我我投票都投给他这么多票了 他复活我也不过分吧 然后就在 原型事故吧 然后呢 对 对 这个首先是人情事故 然后 在友情呢 还有这个 在队里面的这个实力 所以说我还是运气比较好的 然后呢 队长就把我给复活了 当然复活了也是很开心的 唯一不开心的就是 队长 队长 队长他那个什么了 唯一不开心的就是那个队长在嘴里面了 他这一关的话 要不然我们肯定发挥的更加不一样的 这个站在台子上的肯定就是别人了 不是我们了 所以说还是非常感谢队长啊 队长还是给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让我再多活了两集 对 让 对 其实让 其实让队长 其实让队长去拯救一下这个人的话 真的是需要 就是因为每个人在团队里面都会待很长时间 他会全方位的去考核 以及考核你的人品对不对 考核你的能力对不对 还有以及这些应变还有经验 考核你很多 他才会把这个珍贵和名额给到他 其实对你们 我们对你们优秀的选手有很多 他能给我投到这个票的话 就是希望我还能多待两集 然后呢 多活下去 但是没想到 因为当时的那种情况 大家是不知道谁会留下去 到底会不会留 然后如果要是知道的话 那这个海滨的话 这个名额他肯定不会用的 明白吧 因为他在选人的时候 他选我的几率 我觉得会达到80% 虽然 虽然刚开始这一期我没有看呢 因为我今天刚回来 我还没看这一集呢 你们都看完了 我现在是仅凭着我老海的回忆 再给大家 简单的述说了一遍 所以说我的讲解完毕了 有请下一位 美拉队长 我成队长 我还能成队长 但是 但是这个观点 失踪者救援 大家的反馈 都是觉得就是很好看 然后看的过程中就是很惊险 很刺激 而且会有那种 就隔着屏幕外那种窒息感 然后刚刚也说到这个复活这一块 包括像是文龙啊 振华啊 浩然啊 都是复活之后呢 是加入这个暴打宁队 并且完成了这个失踪者救援 所以其实我们做 我们在平时在观察室的时候 然后呢 也经常会看到 就在回看节目的时候 会看到很多网友说 这一关是网友们觉得最难的一个关卡 就不知道大家觉得是整体 因为后面你们还不能透露啊 就只能是 就是现在播完的这几期的这个关卡里 你们觉得这个关是 心目中难度很大的吗 沙迪别吃了 你来你说吧 酷酷吃啊 我来说 说实话 就是 从之前 杂冰 还有什么攀岩 阿乔 我觉得这一关比较难 因为可能很多人会 因为他水性可能会不会 会恐高 然后可能 他有一些有女生 他可能也发挥不出来 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时间概念上 我们也没有 也不是每个人都配备这个手表 然后我们对时间也没有概念 然后我们就很远 我们也听不到 然后导致这个 难度比别的关卡会难很多 对我们来说 嗯 所以就其实他关卡的这个难的程度 会导致说我们在第一组比赛的时候 就导致总会发现 就是难度太大了 然后会担心这轮设置的选手来说完成 会有些困难 所以呢 就考虑到降低难度之后 然后跟第一组商量之后 才让第一组就是作为实验组 再挑战了一轮 就是普对就是文龙浩然 其实你们就是第一组的对吧 对 对对 就我们我们对 我们比了两次 嗯第一次 对 那可能 网友们可能比较质疑的一点 就是觉得说是比了两次 会不会有失公平性 其实完全不是的 就整体第二次比完之后 当然考虑到就是缓解的设置 还有节目效果 最重要的就是 其实从公平公正的角度出发的话 也最后采用的这个结果 用的还是第一轮的这个规则和成绩 所以其实大家不用担心 我们这个整个节目 它是有什么 比如说公平性的问题啊 完全不会 虽然比了两轮 但其实最终采用的成绩 还是第一轮的这个比赛比赛的成绩 对吧 是吧 咱们来证实 对 是的 因为我们是当时是连续给了两轮 因为也考虑到每个队的 队员的这个身体 这个体力问题 然后再加上这个开摄时间的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节目效果问题 这个肯定没有第一次 你看到这个场景和环境 那种表现的这种感觉要强 因为第二组我们很快 因为我们比过的都知道我们第二组 很快就把三个人救上来了 因为我们有了一些经验 调整了 对一些这个方案 就七里哗啦的就把所有的人救上去了 很完美 所以说太过于完美了 也就失去了这个节目 就是说真实性了 所以说为了保证这个节目的公平公正 还是把我们第一次 没有任何这个 就是预兆去参赛的这个成绩拿出来 然后跟其他队伍进行排名 嗯对 我看这个网友还在问啊 说这个为什么这两轮 其实就像刚刚跟大家说的一样 主要是因为就是在第一轮第一组比赛的过程中的时候 我们考虑到选手的安全性的问题 包括其实他那个水费是一直卡在那个薄膜上的嘛 然后可能从导演组的出发角度来觉得说是 一是不要保证选手的安全 第二是可能是想说是不是难度 对于选手来说太大了 所以就是想说调整一下 然后再比再用第二轮 再比再比一轮 所以第一组第二轮的时候 但是发现就像是刚才文龙说的一样 就太过于熟悉了 导致过程极度的完美 然后当时我记得丹哥还主要说了这事 说不行 说这样没意思 一定要要最真实的 然后完全是当时选手们 是什么样的比赛比赛状态就要呈现出来 所以最后第二第二第二轮比赛虽然录了 但是根本就没播 就压根他就没有被采纳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整体的这个公平公正的问题 然后另外还是跟大家说一下 就网友朋友不都说 觉得这一关关卡的难度还是挺大的吗 想问一下浩然吧 浩然觉得这一关的关卡对你来说的话 是你觉得难度很大的关卡吗 失踪者救援 我觉得是最难的一个 最难的一个 因为他两个部分离得其实比较远 他不是衔接的特别近 如果想帮忙的话 真不是说你能直接就能帮忙到的 就需要尤其是在沼泽那你要通过潜水 这潜水这一块就卡了好多人 北亏 因为那个邝塔宁咱这边军人 然后大家都已经是有救人的经验了 还会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他的安全性其实是很在考虑的 而且大家都是各个这个领域的强者 大家这不服输的心都是很很很很要强的 你外一要就是为了要那一口劲的话 就外一出现什么安全问题还是挺危险的真的 所以说有些在这个衔接上 其实就就比较难就有一些困难了 比如说像我们队友不会水啊 或者我水性不是特别好的话 我可能不会轻易尝试那个潜水 那肯定就是要这个水性比较强的人来 但是如果真的需要帮忙的话怎么办 那要不要应充以上 所以说还是有一定的责战 而且向上的话那个水 那个那个甲人向上其实那个重量很大 而且咱们没有什么滑轮啊 这都是那个摩擦其实还挺大的 这个确实是很费力的 对 那个真的太难了 而且还要从二楼再再往下 然后再上上上下下 这个真的是很难 而且你还要保证他的安全 这就让我想到我觉得 如果要真的就一个真的人的话 那真的是难度真的是更大 真的是你要保证他不能磕了碰了 然后保证他的安全 让他呼吸顺畅 而且还不能让他紧张 然后你还要保护着他 还要这个找到自己身体的平衡 真的是非常难 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难 而且还有时间限 只要是时间限制 我们要抢这个时间 我们没有 不能有一个地儿出现大的错误 嗯 没错 其实有一个环节 我还觉得让大家觉得 就是心里挺难过的 就是在最后一刻的时候 虽然是救了一名受困者 但是其实是耽误了三名的 这个救援者上岸的时间 所以如果是分别是扎体 然后邵鹏还有Travis 就三名其实是 救援者是没有得到了上岸的机会 所以如果把它真的客观 还原到现任生活中来的话 就是三换一这种救援 是不是真的是值得的 问问谁 问问普队吧 看普队对的一个人怎么想 这个有点像火车难题 其实我们在说这个问题 很多网友也很关心 包括我的留言区也出现过这个 就是首先我们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是说三换一的救援 是否值得的时候 其实是已经站在了 结果发生的时候来考虑的 是结果已经发生了 你再来看 或者来问这个问题 但是当我们这次要去救援的时候 其实结果还是未知的 我们是站在起点 在决定我们要不要去救援 但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 是其实站在终点思维来看的 所以就有点点那种思想实验的这种 首先生命和生命之间 就没有办法用这个方式去救援 否则的话 每年的不管是山火地震还是洪水 这种各方面的也好 都还是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意外的 但是如果所有的问题的讨论 都必须发到上帝视角 并且是已经结束的事情上面 再来考虑的话 那好多东西可能就 就没有办法推进了 但是我们对于生命的对待的态度 恰恰就在于我们不知道 就是会发生什么 然后我们对于生命的敬畏 也是来自于即使用我的生命 可以画他的生命 这一点才是崇高的地方 包括军人的救援 或者是蓝铁救援队 他们做了很多的努力 也是 所以这个问题在我这里来说 没有办法从结果来讨论 所以我更倾向于不会去讨论 三比一是不是值这个 而是说救援这件事情 本来是不是值得的 我觉得即使会发生风险 我们依然还是会从这最切线 还是会去做这个事情 嗯 是 对于这个问题 我觉得文龙也很有话里宣啊 也是看今天穿的是军装 然后做的很笔挺 文龙那如果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在当然不以上帝视角 以结果论的话 就是如果 呃 站在你的角度的话 你觉得现实生活中 如果三换一这件事情的话 你们会考虑到这些吗 我其实根本都不会考虑到这种 对吧 啊对 刚刚吴仁华讲的非常的好 我也非常认同他说的这个观念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这个 嗯 就相当于是军人 尤其是包括这个李贵生 他是消防员 他明明知道里面有火 里面有可能有瓦瑟爆炸 可能会对自己的生命造成危险 那他难道就不能进去吗 我们的职责就是救人 保家为国 是不是 嗯 再加上这一环节 我们所有的队员的身份是救援队 就以至我们已经是救援队 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他们拯救出来 嗯 那我们肯定是会去 不会说考虑几换几 肯定就是啊 用全力以赴用 就是最小的这种这种代价 或者说尽可能的力量去拯救 对 嗯 嗯 是有的时候 就在那种很危机的关头下的时候 你只会想到你身上扛的这个担子 以及你的责任 你的身份所应该承担的一些责任 但不是说不会考虑说这个事情的到底值和不值 没有所谓的值和不值就是要尊重生命 生命远创在第一位的哈 然后呢 这个话题呢 咱们稍显沉重 我们就不聊这个话题了啊 咱们稍微聊一聊比较欢乐的话题 然后接下来呢 我会针对是 五位我们非常可爱的这个选手朋友们 依次来进行提问 就是每一趴会针对你们问几个小问题 首先呢 先问到的是这个扎提的问题 那扎提呢 刚刚也说了他是被新闻委拯救了嘛 然后正片中呢 暴达宁敦也是邀请了扎提加入 然后张新东呢 也说说你不来就绝交 然后其实在等待那个扎提加入的时候呢 发现新东一直不停的在喊这个扎提的名字 所以其实网友们还是挺咳扎新CP的 你自己知道这件事吗 我这样有看到 大家就是扎新CP 就把我们刻在一起 对 那 那就是说当时哈 在同时让你做出决定的时候 你那一刻的想法是是什么样的 当时是 其实我有这种想法就是去找他的队 因为我们来的时候就是 就是协协商好的我们一起过来 我们说要么一起走 要么就一起留下来 然后我想的如果有机会 我就去他们队里面就跟他 反正能到后面就要么一起走 要么一起留 要么就留 但是又想到 大家好像比较喜欢把你们两个放在一起讨论 无论是可能两个人在本身 在就录节目的时候的这种化学反应药 或者是私下也生活中也很好的朋友 然后张欣洞的之前呢就很疯嘛 但是他觉得在这次找大 就是说自己很害怕 就是失踪者救援这一个环节 让他觉得就这一趴很难很害怕 说自己都快吓死了 因为游的太底了 然后一直一直在消水 然后其实在这关结束之后 你们两个人有讨论过失踪者救援这一关关卡的难度吗 你们有讨论过就是有讨论过这个难度有多么多么重要 但是我是现在才听到他有害怕这个词 他可能在我面前比较要强吧 对吧 作为一种兄弟就是他不想在我面前 就是展示他自己有点那种弱小的心灵 他可能就是就挺难的这样那样 他肯定不会跟我说他害怕了 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害怕 但是我没有讨论过就是 不要这一 valley 我老公也想不喜欢 现在也突如其来好像有点咳到了 然后那私下生活中的话 因为两个人感情还是挺好的 没有朋友之间一些历史可以分享一下 会经常比吗 就比谁可能更加的现阶段的身体的状态 会更好一点죠 我们什么状态 会比吗私下比两个人谁更厉害 或者谁谁谁现在的身体状态会更好一点 以前会 现在自从这个节目播出来 我看到了一些 他的单独的一些内心活动的时候 我现在已经不比了 他要是问我就说 你厉害 我让着你 我是扎哥 你是扎 你是扎逼 我心力 我选择让着他 好 那个文龙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手机 然后这边节目组是给你发了个消息 然后你看看 看一下哈 我这边收到了他们的这个跟我的提示 嗯 然后那 简单刚刚这个这个 CP咳完之后呢 扎哥扎逼 可爱子 接下来还是关于几个问题 可以问到啊 就是想说 问一下 嗯 看完友情 啊对 说说之前说提到了 周末要跟这个心动 还有这个一起踢馆 大力士Travis 然后而且尝试的是原木推举石球 等等 所以接下来还有什么计划 要跟张希东一起完成挑战吗 接下来 有吧 我觉得 定然知道了 他害怕潜水 我们就往水里面冲一泊 我带他往这种 十米二十米的水去感受一下 我让他以后在我面前 你带他潜水 在你面前很要讲 你这个你 你怪不得别人隔呀 你说在座的 除了你之外我们五位现在都面露笑意了 你知道吗 已经 真的 莫名其妙 有点甜 然后呢 然后接下来还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其实最近 大家网络上比较热 就是网络上会讨论的一些事情 就关于就是脆皮 还有脆皮大学生 大学生脆脆沙等等 这些这些比较用语吧 网络用语在持续走红 其实主要就是想说说现在年轻人的这个身体一直亮红灯的状态 可能过于把生活的重心放到可能工作也好啊 学习上也好啊 反而自己的身体素质和锻炼这一块呢 是得是被忽略了啊 所以呢 就是想问一下 就是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然后如果是作为这个运动界的 我们都是运动界的达人嘛 然后以这种这种方式去怎么样去跟当代大学生聊一聊 来问问王阳吧 王阳半天没说话了 啊 说什么了 我说了一大堆 你能不能好好听讲 你别六号 不是我刚刚谈 他们四个都说了 我以为到我 我都准备好台词了 你就直接就下个问题 每个人再问两句 我现在你问我啥 我都忘了呀 我现在我一整个就是很跳脱 没有固定说是哪个问题 四个人都要五个人都要回答 我再说一遍 就是当代大学生 然后年轻人 可能因为工作压力比较大 生活节奏也很紧张 所以会丧失了很多运动的时间 就导致很多这种关键词 什么翠翠杀呀 还有这些什么 脆皮大学生啊等等 比较这些网络的鱼比较走红 所以如果作为一个运动达人的你来说的话 对你真的能摸鱼 作为运动达人的你来说的话 要不要给这些大学生一些运动 运动建议 就怎么样能调节好平时自己的工作 的同时也是要注意好自己的身体素质 听懂了吗 略懂 但是也不全懂 那个首先 一件一件 那个首先就是现在的大学生运动的可能有 但是不多 但是你们看到的话 基本上很多网友看到的话 都是好的一面 但是你只看见这个贼吃肉 但是没有看见贼爱肉 其实锻炼它是一件非常枯燥和乏味的 就是你不管是从事什么样的体育运动 不管你是乒乓球 蓝球 羽毛球 足球 刀枪棍 斧也 勾差 跳舞蹦迪都可以 只要你坚持一样 长期的坚持去做 就会有收获 对吧 如果你要想针对性的练习 大家可以 办个健身卡 去健身房 如果实力不够 也没有关系 那我们可以直接上 那个户外 去找公园的老头老太太 然后也可以一样的锻炼 锻炼的方法有很多种 我们也可以 条件不允许 我们可以用徒手健身 那不懂的 大家可以上网上去查 你甭管动作对还是错 坚持的去做就可以了 就比如说 每天我都会拿物理器 念个200下 就是这是 其实生活中一些很小的 就是贵在坚持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事情 坚持在作为你的生活 习惯中的一部分 这个 大家其他的人 除了汪洋以外 还有谁想说一说的吗 是说完了 啊 没事吧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我不得说完了 你们再同意一下 我再接着说呀 对吧 同意 就是 我自己的语言节奏 不好意思 您兴趣了 就是首先大家看了这个综艺也看了 然后呢 能参与的都是很多顶尖的运动员 都是各个领域的强 你们只羡慕我们的身体素质 对吧 你们看到的关卡都是非常的有意思啊 好玩啊 但是真的是很累的 只要你没有一点运动基础 根本都不用想的 只要能选上的都已经是很优秀的人了 明白吧 现在你们能看到的感觉 感觉我们在上面表演 对吧 上面演的跟傻子一样 但是 我们在上面都跟疯了一样啊 大家不理解 因为每个运动员 他的胜负欲都非常的强的 也很想去展示自己的 明白吗 但是每个运动员 他不是全能的 有的人他会水 有的人他只会 只会跑 他跳不起来 所以说他是非常考虑一个全面和综合的 就是你不管从事什么样的运动 我建议大家可以 就是初步性的全部去尝试一遍 这样的话对大家来说 也是一个很好的适应过能吗 你比如说我们的美辣同志 他经常会去拜访各个明星 看看他们的训练日记 对吧 会去找他们拍拍照 打打卡 合合影 也对吧 这个也是增加自己的丰富见识 然后提升自己的这个运动的爱好吗 多去参加比赛 然后呢 间断性的去运练 训练就会有很好的效果 我讲完了队长下一个 我感觉要不然你没考虑过转行吗 我感觉我们这个行业好像挺适合你的 你就是寄聊的 有来有回 你还挺能cue节奏 你知道吗 你其实可以 你那个一个月工资要2500 我就可以过去给你当个助理 行 可以 行不行吧 只要你允许 还行 那确实是我不碰 不扯了 这个话就先过 先过 因为时间还有限 我们就是一会再跟别人再聊聊 然后还有扎迪 还有一个问题 就刚刚也说观众评论说 你像这个鲸肉阳刚版本的陈学东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你有看到过这种评论吗 我之前看到我 但是我觉得吧 我可能并不会拿我自己跟陈学东比 因为我们是两个不同的领域 如果论颜值 我自信的觉得 那我没有他说实话 可能我没他帅吧 但是 他的领域我可以发展 但是我的领域他肯定发展不了 我只能去这么去回答 他的领域我可以发展 我的领域他发展不了 真勇啊 扎迪啊 你真勇啊 可以 有的时候就会莫名其妙 拥有 被感动到 然后问完扎迪之后呢 接下来轮到的是普队 然后问普队相关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大家都在讨论 因为确实在 就是时隔一周的时间 然后才到了这个节目的第二期呢 然后上 在上一次播 播那个 这个节目的时候 已经是被卡在那个水废 那个在水里了吗 然后所以就是大家说 网友云打捞你 说已经打捞了一周了 你还潜在水下 所以不像这种 今天呢 那直到我们这个同性公益 让普队跟大家见面 大家才关心 放心啊 原来普队很很安全 所以其实等了一周的时候 你能不能从你的第一视角 跟所有的观众朋友反馈一下 当时被卡在水里的时候 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你所看到的视线是什么样子 嗯 首先我 呃 大家刚才那个美娜这边就回应了 我们组是第一组比的 然后我们组是整个赛产的第一组比的 然后呢 我又是我们组的第一个下去的 所以我是第一个接触那个水域的 当时导演组也不知道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 然后我下去的时候 就是不只是我 包括我的队友也慌了 我的大家有在评论区有Q我问我能不能听得到 我听得到 但是听不清 我只听得到暗杀非常的吵杂 我然后我隐隐隐隐 能够听得到干贝尔队给我说 往下前往下前 就那种 但是我当时就想着要上来 但是被挂住了是上不来的 然后我就一直往前 因为那个时候 我自己对于时间的 皮肤大概是还剩个一分钟钟嘛 然后我前面冲破了一个 我想着后面我还能再冲破 但是后面我冷静了一下 我在想我不能够被PARTY震亡 如果我继续往前游 前面几个带子 还是这样子的话 我就很危险 然后我就选择了 就往下前一点再折法回去 然后再一次再回去的时候 我也是刚才看了视频才知道 张雨晗在我前面过去的 为什么我游得那么慢 是因为第二次 我就怕自己又被卡住 我是像心动一样 我直接是贴着水底游过去的 我是贴着水底 我贴到最水底 然后再游过去 然后到那边之后再浮上来的 所以我第二轮游的时间就比较长 因为第二轮就其实是有点心理阴影了 然后就也回应一下前面 梅娜说的 这个关于难度的 这个 就是说这一点 我就觉得 起码就从心理压力来说 是所有关卡的设置中 是最难最难的 可能没有且过水的学丑 可能没太清楚 但是我们几个水底过来的 都上来都在说 就这个环节是最难的 其他的都是厉害的比拼 这个是心理素质的比拼 这个关卡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看的时候 就会觉得很窒息 就是特别紧张 就很担心 因为确实你会觉得他 薄膜卡在那的时候 你就很无力 然后想帮忙的时候 但又没有办法 就是具体能做些什么 就其实还是需要在关键时刻的时候 这个可能零点几秒的一个沉浊冷静的 这个分析和判断 然后还试着说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加入这个张雨晗的队伍 然后说现在是这个三军合体 左向披靡 在暴打零队呢 就是在失踪者洞穴这一关之后 就苦政华加入之后呢 强强联合 然后队伍再度升级 然后呢 而且本次关卡成绩 依然是位居第二 每次总是离巅峰城下 所以呢 想算一下苦队 评价一下自己 对于二队 就是洞穴救援 这一关卡的这个加持作用 你觉得你在这一关卡 帮助队伍到得到了哪些加持呢 总的来说 第一个是 首先是在对于关卡的一个预设吧 就是包括对于道具的一个预设 当时就比如说 我说要带两个绳子 就是其他队都带一个绳子 然后我们就是带了两个绳子 那一点 因为我看过那个平面图的时候 我当时就想 可能一根在水底 一根在路上是最方便的 所以我当时就是说要带两个绳子 然后又看了那个情况之后呢 我说 我们最好采用的方法是水里用精力绳 然后岸上呢 是用那个盲绳 然后 当然前面我们是些又的倒过来 但是后面老魏也调整过来了 但是这一些本身就是我跟老魏会经常就会 很多东西会想到一起去 然后再加上就是我的潜水的一个技能 然后包括像星洞 它是武艺特战的 然后但是他们可能在水域训练的就可能会相对来说会薄弱一点 所以我在这一关里面帮宇航队长 我们两个在来回搬运的时候 就是我的潜水的这一点 起码虽然没有下宇航队长那么快 但是给整个团队的信心是很大的 然后就是我的灵活性 就是大家能够看得到就是我比赛到目前为止 哪怕是在着兵或者是在其他任何关卡 我永远都是在我们队伍中 我说我先上 我最后走 我都是这个人 我一直都是这个人 所以我的整个灵活性和敏捷性 这些都能够把我们团队把这块的绑导给它补起来 是 而且普遍是这样 就我们在观察室观察的时候 发现他一直是一个非常沉着冷静去判断的人 他不会有情绪上很大的一些起伏 就你看到的时候 他一直永远是在想 我如何该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来聊一聊跟文龙聊一聊 文龙主要是 之前就是宇航队长的时候 他憋着气嘛 然后把这个十把锁打开 对 就是开十把锁的同时呢 就是文龙密切的关注 并且鼓励他 这是你的主场 然后直到这个宇航憋气结束呢 刘文龙也是拍拍宇航的背后 表示自己很安慰 所以接下来呢 问问一下大家 问问一下文龙 就是当时旁观这个比赛的时候 你的心理活动是什么样子的 我的心理活动就是 就是一种心理感 可靠性 因为毕竟憋气 纵观所有这个队员来说 可能就是几个游泳运动员了 然后因为目前到憋气那一关只剩下我们宇航队长在 在的时候 所以说他憋的时候 我心里就想 那可能就 我们都不用上场去憋了 他一个人都可以憋四五分钟 肯定能把这个锁打开 所以在这个开锁之前 他也有 就是私下的跟我们几个当兵的 就是去交流 我们去排位说 我一个别你第二个你几个你几个四 就是那种互相的信用感 因为我们大家彼此也是一个军人嘛 刘文龙 你不真实 你喜欢就说就好了吗 你看 你要打岔 真的东西都要吃了真的 你不真实 你看你不要打岔 不要打岔 你老是在这博眼球 你等于 然后 然后就是比方说像 他也非常 就是值得我们所有的人敬佩 因为他就相当于我们整个队伍的润滑季 如果说我们二队是一个男的做队长 那肯定是谁不服谁 肯定是一团糟 那他的作用就是把大家融合到一块 你看老魏啊 心动啊 肯定啊 所有人 他都会去 维持好这个关系 发挥每个人的长度 是不是 他看到谁哪里比较弱 或者说他哪里不敢说话 他会主动的去跟某一个人去聊天 然后会 谁比较跳 谁比较喜欢去逼别人 他也会去主动说他 然后去协调这件事 他的作用在这里 好 所以说 嗯 继续说 然后雨晗他就是一个非常勇敢 非常有智慧 这样一个女军人非常优秀 嗯 是 所以其实 老是在这儿 生活中 你们其实在平时生活中的时候 也会开玩笑吗 就这样就是喜欢谁啥的 会这样开玩笑吗 生活中几乎没有 扎提故意的再往上再说 太坏了啊 扎提真的是 嗯 然后 再问一下文龙 在军队里的时候 有没有跟这个洞 洞穴救援 相似的这样一个考核项目呢 洞穴救援 相似的有 有水上救援 像那个陆地上救援 尤其是我们每年这个训练 演习 它会涉及到一些 因为我们在南方嘛 它全副武装身体 就非常热 它会得中暑 热射病 每年都会有战士 会得热射病 那你就 就跟我们这一次救援的行动一样 你就得快速的 很迅速的去人员接力 把它送到医院去享受 只有 有一次我记得我们是 去那个山上训练 到了山顶之后 有战友他就得了中暑 因为你转入热射病可能十分钟 你就 这个人他就没掉了 所以我们就 很快的时间把它运到山下 你还要过河或者过 然后把它再运到这个快艇上 快艇再立刻开到这个码头 这这这这种类似的救援 几乎 不是说专门去训练 每年都会碰到这样的训练事故 都会大家 几乎都能经历的 对 还有也会针对性的 使用一些直升机的去绳索 或者救援 就是可能这个就是 是有直升机回收啊等等 嗯 虎队跟这个文龙 就是其实两个人算是这个 在节目里是那种军人相遇吗 有一种那种英雄西英雄的感觉 就是和对方合作的时候 有没有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 虎队可以说一说 我还想着是不是龙队先说呢 其实我跟刘文龙的缘分还挺深的 拆下这档节目 我记得第一次跟他见面的时候 是那天在市场间 然后一开始那个时候 其实大家都 我记得还不知道 就是我们能不能入选 然后在那儿试那个衣服的时候 我在那儿试我那一站 刘文龙就问我 兄弟你是当兵的吗 我说对 然后他说我也是当兵的 然后未来就聊起来了 对 所以刘文龙是我参加这档节目 认识的第一个选手 是我参加这档节目认识的第一个选手 那听得到我刚才说到了 是我跟刘文龙是第一个在这个节目中认识的 对 然后那个时候就对他比较有好感 然后后面在雪人的那一关 不就是最后就剩下了刘文龙和何佩扎吗 然后他们两个我都非常喜欢 我虽然不认识何佩扎 但是被何佩扎深善的那种自信所打动 然后刘文龙是因为我觉得他是海军陆寨队的 我觉得这个人本身就非常靠谱 所以我想当时他们两个谁摇到 我都是我的一员大福将 然后到后面 节目组这边可能没有播的一节是 刘文龙被淘汰的时候 我在站台上是冲他进了个军里的 但这一段没有被放出来 然后因为我觉得特别舍不得他 就在走 后面他被救回来之后 我特别感动 我当时真的特别感动 然后到后面就阴差牙所有的 就在一个队伍之后 我觉得就冥冥之中的 一个军人就要走到一起 然后后面我跟李贵生说 现在就差你了 你来了之后我们五个军人就齐了 就可以组个军人之家 就可以继续站得下去 所以跟文龙跟 心动还有詹云航这种 这种配合本身就是我 我算是神往已久的吧 就一直想跟他们有个好的合作 对 嗯嗯 那刘龙这边呢 想对普通说些什么呢 确实 因为刚刚那个阿普也讲了 我俩是在这个楼梯 上下楼梯 因为当时住那个酒店 那个只有一部电梯去化妆 因为那个人特别多 我俩就是从楼梯里上下碰到的 在这个无限方舟生活的这个过程中 我也发现这个阿普的这个身上的那种气质 他的一种就是说 做人做事的一些习惯 还保留着军人的那种 就很强烈的感觉 看着他就像看着战友一样 对 然后 莫名的就是 虽然大家没有任何一些交集 但是莫名的就能给到你一种安全信任 所以说这种默契并不是说 这种默契并不是说 并不是说大家通过训练就能得到的 这可能就跟我们有同样相似的经历有关系 就像那个运动员 像那个扎提他是这个柔道运动员 他碰到他同样的一些柔道的对手 他也知道对方的套路也一样 你去一摔或者说打什么拳 拿什么把 怎么拿把 一样的 他不会说你不是这个体系的 你一个这个练摔跤的 让你去拿这个拳击把 那肯定不行 基本上我们因为有同样相似的经历 所以说我们能去到一块 我也是想象 也没有想到 所以说非常开心 对我们后面这些比赛就是 有更大的力量 得到了更多的力量 每一个人加入都是 多一份很强的力量 嗯 是 就是有时候就站在那你就会觉得 我们是有个共同经历的人 然后是那个非常让彼此很安心的这样一个存在哈 然后我看了王阳刚才又不知道跑哪去又开始要摸鱼 所以我先要Q他 Q他问几个问题 问王阳说 因为大家都觉得就是被去海滨拯救了之后大家都觉得你们俩应该生活中私下感情很好 实际上有没有跟海滨约什么攀岩类似的活动吗 有啊 有啊 经常约啊 经常约他 对我们是2014年15年之前就是认识了 但是初初步相识也没有太多的了解 啊 彼此的印象也没有那么深刻 但是我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 等到若干年以后 然后我在北京不是在玩户外运动吗 爬那个桥 对吧 然后呢 就在那个时候 然后他就刚好是来北京出差过来找我了 从那个时刻 然后呢我们建立的联系啊 还有以及关系啊 就会很深很多了 然后呢 我去湖南的话 他也会对吧 过去找我玩啊 请我吃个饭呢 他来北京的话也是一样的 就是会经常过去找我吃拍视频嘛 然后也有很多的东西在分享嘛 本来我想跟他学攀岩 他现在又去跳科目山去了 所以说 所以说我只能是干这别的了 所以说感情还是算是深刻深刻嘛 而且通过这次比赛我也是在 呃 从一开始 对吧 就是 就刚开始我们一过去现场的话 他一选到我我就觉得肯定会选我不用想了 我都还没有多介绍呢 要不然我得介绍一个多小时 所以说认识的我就不用介绍了 好 就从那个以后他也很坚定的信任我 然后呢 在之后的比赛 然后我也同样都会坚定的很信任他 然后包括最后面有投票给他 然后呢也有这个 给队伍里面 多增加一些高光的时刻 增加一些时间 所以说都是给他们 有一些印象嘛 感情还是不错的嘛 对吧 讲完了有请下一位 没有下一位 没有下一位 一直现在就是你的环节 你不要再Q替我Q节奏了 有请下一位 有请下一位的 下一个问题 下一个问题关于你的是 就是当时王阳被提名新队长的人选的时候 选择了这个去爱拼的自己吗 如果当初你当选队长的话 你会招募哪些人成为自己的队员呢 这个呀 首先我们的直播间这几个人我都会招募 就直播间的这几个人我都会招募 首先第一个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美辣组织人 对吧 你得要想混的好 就得多跟领导沟通一下 你因为你是我们精神的资助嘛 然后第二个浩然 你现在就是我们的队长啊 然后就是浩然 浩然他都已经进了三次队伍了 队友都走完了 那没事我还收他 人家踢足球踢的好啊 我也不会踢足球啊 那我肯定叫他了 然后就是扎提 扎提2米多的根 就比姚明就差一点点 然后柔道也这么厉害 女不附提勇猛无比 那我肯定选扎提啊 扎提 扎提肯定的 不还长得帅 他还买了个摩托车 我要买个摩托车 我就不选他了 但是我没有摩托车呀 我还是选扎提 然后就是普队 主要就是因为交通工具上下班也方便 然后就是普队 普队他也厉害呀 他当时我记得很清楚 我就在他旁边 那个普队也在我旁边 我爬了个十一 然后我这个旁边就是张雨晗 旁边就是张雨晗 右边就是普队 我说这两个怎么还不下来呀 最后把我的面子都打到水里面去了 我也爬不过他们 然后我一看这小子有实力啊 每天都是板板正正的 后来我一打听我才知道 我原来是黑豹突击队是吧 原来是黑豹突击队啊 我久仰大名 我肯定会拿他当我队友 对吧 那特种兵呢 选拔那肯定比节目选拔还要难一点啊 但是 不一样嘛 对吧 然后还有就是文龙 文龙那就不用说了 对吧 上天入地 蛟龙突击队 蛟龙突击队 而且这回也是 自从自从第一次离开了以后 我虽然就伤心了两分钟 但是过了两分钟就好了 虽然我就伤心了两分钟 但是过了两分钟好了 但文龙的这个实力是有啊 实力是有 就是我觉得就差一点 颜值也挺帅 也挺帅 所以说他很正直 然后呢综合实力水平也很强文龙 所以说如果当队友的话 这些都是首选 因为我如果要是我是队长的话 我选人的标准一定要是经验 身体素质很强 然后呢还有以及就是经验丰富 这就够了 你要是说除了这些不具备的话 他个人能力再强 我觉得不一样 而且还不能太毒 一定要合群 因为我们玩的就是团队游戏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这样不是一个团队的游戏的话 如果是个人的话 那么大家个人去比就好了 但是这个是团队的嘛 不一样嘛 所以说我招拉的话 我都会根据很多的这个选手的表现 以及对吧 我会去问呢 会去看呢 过往的经历 但是每个人的荣誉 都是有勋章的 勋章可以代表一切 所以说我选择 现在在直播间的你们 好 此处也有掌声 什么叫做滴水不漏 什么叫做滴水不漏 真的可以 没有 有时候我说话 就有点开玩笑 大家也别当真 但是我也没有什么坏意 所以说大家听完了 要是不服的话 我再讲一次就好了 我觉得可可以了 节目时长有限 你考虑一下其他 其他人的感受 最后一个问题 还问到你的 就是 因为 就是在人物关系里的时候 你会叫许福利表妹吗 因为他就是经常 左边带一个表 右边带一个表 私下的时候 跟许福利关系怎么样 那我跟他认识 首先第一次就是施巴达 因为我之前也老玩 我是属于施巴达的老玩家了 在他上面排的话 他得叫我一声表哥 这是第一 然后呢第二个 我之前玩吊环 他老找我 过去 为什么呢 因为拍了就有很多帅哥 加他微信 所以说他愿意过去找我们 而且我们那边又是猛男多 都是像直播间的这个标准 全是猛男 所以说他就 所以说我们就有时候 会经常参加一次比比赛 然后呢也会有组合 所以说我们就组合到一块了 他这个表妹的称号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之前啊 我拍视频 我就带了一块表 我就说你怎么组我一块又一块 那这边他从包里面再拉一块 我说我叫你个表妹不过分吧 后来从此匿名叫他表妹 所以说这个称号就是这么来的 然后在节目中的话也是一样的 因为有的某些人 少部分的人说我俩有点相似啊 但是我觉得他的颜值跟我比肯定会稍微差一点点 对吧 但是人家也是女生 因为人家也是靠 不是靠颜值吃饭的 他是靠实力啊 所以说颜值跟我比 那肯定还是我略胜一筹 那我实力跟他比 就他那么一点点不多 我问你 私下关系怎么样 你好家伙 你给我来了个颜值身的话题回答 私下关系还可以啊 除了不能在一起 其他的都还可以啊 不能在一起 行 回答的我很满意 最后一个呢 我们再问浩然吧 浩然也是 因为雪石平时也是从事沙滩足球嘛 然后 我们在观察室的时候 就范老师 范志毅老师 常常一直cue到你 在节目录制的过程中 他有跟你说过哪些话 或者是给过你哪些 关于人生的建议吗 我觉得关心的个人的关心呢 就更多一些 嗯 就从个人的角度 对 就说 感觉适不适应这个环境 然后 也是希望加油打气能 能展现出更多 自己优势的一面吧 主要是关心自己这些 但可能跟你们交流的那些 其他的这些 可能对于我个人来说 他更关心我 个人之间关心的更多一些 对 嗯 就非常的贴重 嗯 那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想 就是 嗯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直接透露 接下来的关卡是什么嘛 然后可不可以通过 你的一些描述 让网友朋友们期待一下 就接下来每一轮的这个关卡设置 都会一步一步的更加的软 更加的精彩 就是如果让你安利一下 让他们去持续关注 可以四期的话 你会怎么跟大家介绍呢 嗯 用几个词是吗 不用 随便 不用没有词 正常正常去说 说也ok 我觉得 用几个 词语行也可以 词语 嗯 越来越激烈 嗯 然后 嗯 这个 要越燃 对非常的燃 然后大家想想看的 想看的那种 啊 对抗 可能也会 嗯 然后 嗯 嗯 技巧 可能也会更多 这些吧 我觉得这些就已经非常刺激了 嗯 是 接下来的每一个关卡设定 我觉得只会让大家 大家觉得更加的期待啊 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关我 反正 我在观察试看的时候 就是整个人都在洗自己头的 就那种视觉的冲击力 包括在现场的时候 他们那种肌肉之间的对抗 还是会让你 就是 整个人就是看起来就是很精神抖擞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 可以四期 然后今天呢也是很开心呢 这个和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复活者联盟的 大家过了一个非常快乐的一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其实选手们呢在传递这个体魄的能量同时 也在表现出自己在面对极端恶劣的环境下那种坚强的抑制 然后所以呢 也是实现了这个身体与精神的共同成长 也让更多人感受到真正的强者 他的力量到底体现在哪里 然后呢最后呢 还是非常再次感谢五位呢 然后期待着我们一会儿就请下直播看一下 这次节目的播出是不是 嗯 然后最后呢还是 每周日晚20点肌肉团走心陪看我可以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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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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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